我们的题目是论自拍神器品牌知名度 产品功能与产品风格对消费购买决设置影响以卡修为例 研究动机近年来社群网站广播发展 许多人借此与亲友分享个人的动态带动了风自拍的风潮 而许多具有照相功能的3C产品也纷纷推出 2014年 卡修凭着自拍相机在轻便相机市场上得到26%的市场销售额 因此我们想知道卡修如何维持其品牌知名度 以及其产品功能与产品风格是否能吸引消费者购买 研究目的 分析卡修自拍神器的产品功能与产品风格 了解卡修自拍神器的产品竞争优劣劣势 以及探讨卡修自拍神器产品功能 品牌知名度与产品风格对消费购买决策之影响 研究方法我们运用了文献分析法与文献调查法 以上为我们的研究流程 研究对象什么是自拍神器呢 即是让消费者将相机反转方便自拍的美颜相机 而本小组即是以卡修自拍神器为研究对象 我们欢迎下一位 卡修公司于2011年推出第一支可翻转式自拍神器 不断的推成书新 本小组收集资料整理出以下四代精化师 产品功能方面 TR50本相机画素却较前三代来得差 TR15多了遥控功能 TR35多了与音体式 TR50则是多了肤色调整 而美颜WiFi以及萤幕翻转皆是基本功能 接下来是产品风格方面 就TR50来说 灵格温的设计 镜头表框加钻石设计 意念为光辉使消费者有奢华的感受 产品功能方面 强大的美颜功能以及WiFi以及萤幕翻转 深受市场喜爱 产品风格方面 第四代增添了许多华丽的元素以及时尚美感 使消费者有与众不同的感受 接下来是产品的比较 比较对象是Sony的KW-1E香水机 在价格方面 Sony相对卡西欧来得便宜 而在相机画质方面也是Sony较佳 但是在旋转角度 卡西欧整整多了Sony90度 而卡西欧也多了 语音提示此项功能 接下来是我们的SWAD分析 我们也利用了我们做的SWAD分析 做出了因应对策 卡修是按种类较多 但是在价格以及相机画素 给了Sony一个抢攻市场的机会 我们认为应该在产品功能 以及产品风格上积极创新 以巩固市场 那我们欢迎下一位 接下来本小组针对研究目的 提出以下结论 首先为消费行为分析 当消费者在购买自拍成器时 首先为考虑的品牌为卡西欧子品牌 越来胜过于Sony的品牌 而消费者希望以低价位 购买到卡西欧自拍成器 也希望他能开发较低价位的产品市场 而在优先考虑因素里面 以产品功能的比例降为较高 因此卡西欧应针对消费者的需求 在产品功能上持续的创新以及研发 而在购买原因里面 以美元功能价佳 价能深深抓住消费者的心 而消费者在购买 消费者有了自拍型手机之后呢 不一定会购买自拍成器 表示他的需求弹性大 接下来到了品牌知名度 对消费者购买决策方面 大部分的受访者都知道卡西欧自品牌 而当消费者在购买自拍成器时 都会列入首要的考量 显见他在轻面相机市场上的优势以及地位 接下来的产品功能 对消费者购买决策方面 以萤幕翻转功能以及相机画素 教授到消费者的青睐 而在产品风格 对消费者购买决策方面 以他的外观 造型以及个人时尚感 皆为首要的考量 接下来来到的建议 建议开发低价的产品市场 产出低价位的产品 建议二 增强相机画素功能 提升相机画素 建议三 利用价格策略提升品牌知名度 以及销售收入 在特定价二时运用价格促销 并举办打折活动 建议四 重视研究发展 研发技术团队 培育优秀的人才 并针对消费者的需求 研发客制化的商品 以上这四点建议 建议皆能增加卡西欧持品牌的品牌知名度 以及销售收入 本小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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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